大家好,2020年11月14日第一部视频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要签订了 11月12日到15日期间 李克强将与东盟领导人一起参加 第37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当然它是以视频的形式 在这些会上,因为RCEP所有的法律文件准备已经完成 很可能在这一次东盟峰会上将这个协议签字落实 这个协议主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包括东盟还有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经济体 包括全球29%的人口28%的GDP 变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可以这么说吧 这里面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这个商品自由的流通 会消减90%的相互之间的关税 这个是对全球合作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本来印度也是基本上可以参加这个RCEP的签署 也完成了相关的法律和多边谈判 但因为中国和印度最近的关系 大家很清楚 印度在最后时刻决定退出 不参加这一次RCEP经贸协定的签订 这个协议呢 有点像川普退出的奥巴马所主持的TPP 就是环太平洋经贸协定 环太平洋经贸协定呢 是把中国踢出去的 这个RCEP呢 基本上是把美国踢出去 这个川普把TPP给退出了 奥巴马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成果 非常具有远见的一个国际协议 也就是说是在四年之前 就可以采取的 对中国的卸制 与脱钩 竟然在脱了四年之后 换了拜登之后 才有可能会重新提上日程 而中国为了应对这个TPP 所建立的RCEP 现在已经开发结果了 不得不说 这是川普目光短浅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吧 这个RCEP能不能够和TPP相提并论呢 签了之后又回答 又有多少作用呢 我感觉 以现在中国政府 中共政府的这种恶劣的国际形象 即使签了这个协议 作用也不会太大 人们都已经厌恶这个政权了 不愿意和这个经济体有更多的活动 为什么 不可信 不安全 而且感受到了威胁 这种专制 暴政的输出 让大家和他做生意的时候 都提心吊胆 相信只要拜登 重新拾起TPP 然后这些除了中国之外的 所有RCEP伙伴 基本上都会纳入这个TPP协议 到时候进行抗衡的话 估计RCEP会无疾而终 根本和第一世界市场 第一强国 美国参与的TPP 没法相提并论 好了 先看看这些国家脚踩两只船 先看一下 他们是先有一个RCEP 先进来再说 毕竟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 美国那边变数还很多 虽然大家都看到了拜登上台之后的 新的全球经贸合作的曙光 但毕竟果子还没有成熟 先参加中国这个吧 参加了之后 先把好处吞到肚 以后再说 这是我的一种看法 好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